哈喽大家好我是林海洋 你相信这个世界的地球宇宙间的变化吗 很多的专家包括外太空的碳开学家 以及呢火箭上升 然后呢到各个星球去探测 包括星座专家还有我们这种 易经专家都在来在来告诉大家 这个星球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如果你还相信海洋老师的直播 所谈的内容请帮我按赞分享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世界毁灭先造太阳四横星球错乱 2022末日年还会有更恐怖的吗 大家经历了这几年当中呢 将近三年的时间了 已经到了2022年了 到底呢我们怎么样盘点人类灭绝的 八种可能性呢 已经染疫上看三亿人 我在2021年年中所有的预言 在年底会有另外一波 瘟疫再大爆发 全球性的 我想呢大家如果有看我的节目就应该很清楚了 我都是提早预知大家 让你们很清楚的了解到 什么时候要特别相信 全球很多的古老的预言 以及现在的预言家 年轻的预言家非常之多 但是真正的预言家要告诉一声 时间地点还有发生什么事 这才叫真的预言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先来谈一下 第一呢超大规模火山爆发 好两亿年前呢在今天的西伯利亚呢 一股巨大的熔岩从地壳下喷涌而出来 超大规模火山爆发持续了数百年 地球上95%的物种遭到毁灭 这个呢是两亿年前 在西伯利亚的地底下整个喷发了 反正95%的人类跟动植物全部都毁灭了 能幸存的到底是活下来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地质学上对二叠记和三叠记终结的解释 认为这是呢 已经维持地球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性事件 比普通火山爆发完全不懂 西伯利亚大家知道在哪里吗 在俄罗斯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 超大规模火山爆发很罕见 大约每五万年才会发生一次 这种超大规模的火山呢是很惊人的 但一旦爆发 就会将一百多万立方公里的岩浆和碎片抛向空中 除此之外呢还会产生 氯气云团和栓雨 它们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消灭地球上所有的植物 很短的时间就会把所有的植物都毁灭掉 好接下来幸存下来的生命包括动物亡国在内 最终也将随后出现数十年 沿冬下逐渐灭亡 这是人类灭绝十种可能之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 好所以火山大爆发你们不怕吗 为什么在2021年的火山不断地在喷发 包括陆地上的曾经六千多年的火山 冰岛的火山都大爆发了 还有百年的火山那算什么呢 请在下方留言 我们再接着下来继续关心下去 第二小行星撞地球 2021年的12月农历 已经开始有运石降落在地球 那也代表小行星消灭掉了可能一个两个三个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流星云 那些小小小小的行星它被撞击以后呢 它产生的碎片就会呢 会心撞地球不是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小行星撞地球也是人类灭绝十种可能之一 地球在历史上曾经饱受外来伤害 这些伤害导致很多生物在地球上永远消失 有科学家证据表明呢 巨大的小行星曾经在远古时代撞击过地球 这颗小行星直接应该在6到12公里之间 没有非常之大哦 6到12公里而已哦 好那大小于导致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那颗小行星 差不多 我们在6500万年前呢恐龙大灭绝的时候呢 那颗小行星也不过是6到12公里之间 好那我们来看下去呢 这颗小行星呢 叫做罗维斯特大学地球科学系罗伯特博士估计呢 这颗撞击地球的时候释放的能量大约相当于过去100年间人类经历最大的一次地震的100万倍 好一个彗星撞地球它是地震的最大地震的100万倍 刚才讲过了那个火山的爆发 以及行星撞地球彗星撞地球 好第三个伽马射线爆 伽马射线呢 它是来自于外太空的杀人射线 天文学家不能确定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 但常常会有一个不知名的溪体发生爆炸 这个爆炸呢在一瞬间呢 掩蔽了宇宙的光芒 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伽马线爆 伽马线的磁爆 如果它在距离我们1000光年的地方发生 它的光芒也比正午的阳光要强10倍以上 想想看 这些都是科学根据 如果有这么高度的科学根据 那么我们人类是何其的渺小啊 你如果有感觉的话 我们在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 虽然呢 这个距离比我们呢 夜晚看到的所有星体都远 但从那里发出来的X光线死 和Gamma射线呢 也能够将我们大气层烤热破坏臭氧层 好我们的地球呢是有个保护体的 这个地球的保护体的就是我们的大气层 我们大气层呢 因为我们活在地球的大气层之下 所以呢我们不会呢 飞到天空去 因为地层 这个地磁是有磁场的 地球是有磁场以外 大气层还形成了另外一个保护层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类呢 我们的纸张可以在桌上可以运作 如果你到了外太空 看到那些外太空人嘛 他们只要冲过了大气层以后呢 全部都是飘移在怎么样 他们的座舱里面 就是太空舱里面是飘移的喔 大家有感觉到 因为没有地心磁力 没有磁场磁力 所以呢这个磁场磁力非常之重要 我们接下来看呢 没有的磁场磁场太阳的紫外线 就会全部照射在地球表面 长此以往呢人类必定灭亡 如果加码射线爆炸发生的距离 地球三百光年以外呢 其能量吞射整个太阳系 瞬间之内消耗所有的生命 你再强大都活不下来的 好第四 飘移的黑洞 好飘移的黑洞呢 黑洞是隐形的 但其引力可以将一路上所有的东西都吸进去 黑洞是中心引力 坍塌 坍缩的心体 人们曾经以为黑洞是很罕见的 没有错 但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呢 紧银河系就有可能存在的数百万个黑洞 我们生活在这个银河系当中 好大家应该知道银河系吧 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想呢 Google一下应该可以查得到 这个银河系呢 我们是生活在它这个银河系当中 所以呢 以前呢 我们以为黑洞是在银河系的执行的一个球体 就像行星一样 但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一些黑洞 并没有固定的方向的飘移在心体之间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 一个令人惊悚的一个话题 难道 你知道黑洞会飘到哪里 连我都不知道 这个黑洞会因为磁场的变化 星球的变化 而产生它的一个移动的变化 这个黑洞这么多的话 有数百万个黑洞 再听清楚一次 以前我们以为黑洞只是在星系外面执行一个球体而已 并不是假的 好那接下来呢 这个飘移的黑洞呢 它会让人类灭绝 第五 太阳大爆发 好现在是太阳活动周期最佛要的时期 太阳内部发生的巨大风暴 每周都会向太阳系发出带电粒子流 带电的粒子流 这些粒子在到达地球以后 会造成气压上升 电磁干扰和耀眼的北极光 但后果可能会严重的更多 像太阳这种表面上正常的恒星 能够在几小时内将自身发射的光量增强一倍以上 据说这是大爆发的结果 你看看 我们如果现在能够感受到的温度是37度38度 那它增强一倍是几度 不是烤焦了吗 所有东西都会烤焦 只要是有肉体的东西都会烤焦 包括动物植物全部会烤焦 动物当然包括人类 因为你有身体你有生命体 你的肉就会是像放到火炉里面去烧焦一样的一个情况 你能够承受七十几度的这种高压吗 高温吗 绝对不可能 几几度摄氏七十几度 请问一下 你能够忍受得了吗 骆驼啊 在沙漠中75度都奄奄一息了 你想人类怎么能存活 好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像这样的话呢 这是太阳大爆发的结果 好那大爆发的能量呢 比星际空间正常爆发的粒子释放的能量 要大数百万倍 什么东西都可以变成数百万倍 数十万倍 数千万倍 好而且呢 它是太阳等恒星正常的活动哦 几乎所有的恒星都在近百万年以来 发生过大爆炸 太阳 大爆发可能对人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好百万年以来都发生过大爆炸 恐龙灭绝是六千万年以前 所有的动植物 所有的恐龙 恐龙这么巨大的动物都灭绝掉 你想人类怎么会不灭绝呢 好在爆发之后呢 大气层就会像荧光灯一样大亮起来 几秒钟之后呢 带电历史风暴就会破坏地球上上空 一半的臭氧层全部会破坏掉 一半哦 它破坏掉一半的臭氧层 随后呢 大气温度就会上升 两极的冰层被融化呢 随着臭氧层的破坏呢 地球上的生命将在几个月后 全部会消失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六个可能性 地球持风暴温室效应 由于全球变暖 南北极冰盖达零度系下 使得大量冰层融化 而导致全球淹没于汪洋之中 地球的温度再上升 世纪上最著名的科学家 大部分都认为地球转暖 会很大程度是人类造成的 尽管此一现象呢 在短期年会直接 对人类生存产生到威胁 但污染 极端气候现象 洪水沙漠化 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干旱 生态系统破坏 和人类造成的成千上万变种 掺杂在一起 就能够将地球变成一个 不适于居住的星球 这样大家说起来 有没有看到了 很重要的一环 它最重要的一环 还是在于人类 你怎么样的破坏地球 怎么样的蹂躏这个地球 地球就会怎么样的反扑我们 地球就会发出什么样的怒吼 地球就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就是人类应该承受的 好 接下来呢 第七种世界性的灾病 好一种呢超能病毒呢席卷全球 人类无法在断生间内研制出治疗药物或一种植入许多细菌抗药的基因的这种超级细菌 被研发 而且呢无意中传播到人群中导致人类的灭绝 黑死病让欧洲死了60%的人类 一万人死了六千人 十万人死了六万人 OK 试想一下 像流感和艾滋病那样传染性的致命的病毒 对流行病的巨大恐惧在于呢 可能出现一种新兴病毒 在人类中造成死亡率是100%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从2019年的Quartin 19开始到现在为止 从所有的变种病毒一直从Delta到Omicron 现在又开始有新的 我的预言是2022年最少还有三个新的变种病毒 而且不同的国家出现 然后呢你看哦现在Omicron呢 整个呢连台湾都失守 那你可以想见 这个变种病毒它还会在变种 一定还会在变种 我现在预告大家一定会在变种 那蔓延速度之快呢 让人类来不及找到应付的办法 这不是科学幻想 而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你的医药量呢 你的医学量呢 你所有的医疗系统量呢 全部都会崩溃 像看现在呢英国也崩溃了 美国又再度崩溃 美国现在一天100万人在 EOMOCO 你想想看 那我在去年2021年的五六月开始 我就一直在警告大家 我们看了一个图 这波来 第一波武汉是中国 有没有看到 王神在农历七月 四游车三河脚冲120度 四身平行是直冲 来看到没有四身平行是直冲 然后呢丑身四游丑刚好形成个三角 丑是并辅四世五黄杀在农历的四月 农历四月的时候 王神在农历七月 你看哦四月七月都发生大事 好 并辅在丑的位置是农历的十二月现在 流年加上流月 所以呢第五波国立五月到四月 有没有准确呢 第五波东南亚国家就是亚洲国家 那个时候呢 包括印尼 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香港新加坡 包括中国 看看 看看日本南韩 菲律宾 澳洲哪一个国家能够信任 没有 我们台湾都来了一波 我们来了一波呢在 六七八月记得吧 六七八月 整整三个月我们呢街上空无一人 韩老师的预言是不是 要让大家有所警惕呢 好第六波2021年的十二月到2022年的五月 好我现在要修正一下那个五月份 因为呢我发现了有很多的其他的命迷家 他拿了我的这些资料呢说到五月 我现在要修正了 这波疫情2022年不会结束 而且还会三度变种 我不再做这样的资讯给大家了 希望大家更清楚的了解 好 历史上呢已经多次发生过流行病 屠杀人类的惨剧 中世纪的一场 鼠疫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 死于1918年跟1919年大流感的人数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还要更多 所以呢你说这种疫情呢 能够不让人类警惕吗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最近台湾又出现了什么温呢 动物温呢 鸡温猪温来了 还有呢牛温也可能来了 这个月属牛都一月份 会到属鸡的 想想看 鸡温牛温会不会来 当然会来 屠杀的问题呢 不是现在就可以解决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前几个月呢半年前 看到呢 印度的那个疫情 人命啊 比一只蚂蚁还更可悲啊 逃得无出逃 连在医院帮助人 染疫的人的医生护士都被杀 想看这是何等的悲惨的世界 再接下来世界何止战争 污染的日益严重呢 以及可能和泻导致呢 人类大量中毒死亡 而从造成灭绝 美国和俄罗斯在不同的敏感地区 储处备着两万多枚核武器 我想很多国家都有 北韩中国也可能有 日本也可能有 难道这些国家就不会制造核武器吗 都在制造核武器 而且大量的制造 好所以呢我们看我们的核电就好 看到311大地震的核电呢 厂一旦呢 那个核子外泄的话呢 核电外泄的话 是不是整个村就灭掉了 而且一进去出来就死了 根本活不了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发生核子大战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一旦爆发核 发核战争的话呢 核爆炸 核爆炸产生的大量灰烬 粉尘和碎片呢 这些物质会导致长达 数十年的核冬季效应 绝对不是几年而已 看到赤诺比的事件吗 已经经过了几十年 好我们看到日本的311大地震 它的核电厂 整个呢 几座核电厂出现了问题以后 到现在几年超过十年 你认为三五年可以解决吗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异想天开 人类绝对不能够异想天开 请大家在下方留言 接着下来呢 这样的情况 如果大气层变暗了 阻挡太阳光进入地球 没有办法有光合作用 所有的植物就会慢慢死去 也许有一小部分人得以幸存 活下来 但作为一个种群 人类将魅亡 好 如果你还蛮有感觉的话 或者你是长崎海洋老师的铁粉 请你帮我按赞分享以外 如果你是新同学 你新加入的朋友 你也可以按下订阅 开启你的小铃铛 持续关心国际局势 国际灾难 国际金融变化 以及人类的生存权 这个气候的变迁 我们如何因应呢 我们如何在这个巨大的变化当中 怎么样能够幸存避难呢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全球所有的粉丝们平安健康 过年到了 我们好好的过一个好年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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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